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它的影响范围当然不只是在北极地区了 这两个北欧国家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战略的地位 尤其是地缘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这两国的军事力量也同样是不容小觑的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麦康纳尔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瑞典和芬兰两个国家都有着非常优秀的军队 甚至比北约一些现有的成员国的军率更强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 芬兰已经装备了波音公司FA-18战斗机 并且订购了64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-35战斗机 而瑞典是世界上少数能够独立研发高性能战斗机的国家之一 瑞典空军拥有200多架自主研发的JAS-39英师战斗机 本月初美英等部分北约国家与芬兰在芬兰西部的尼尼萨洛 举行了代号箭头的军事演习 美国盖特斯通研究所指出 芬兰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预备役部队 能够在危机中迅速动员约28万军队 并且具备较强的冬季作战能力 这让俄罗斯方面高度警惕 我数字幕奥特斯通研究所指出